新店北一路二段从新屋路口到终身路口这个路段 大多都没有人行转用到 但沿路大楼林立居民出入频繁 所以天天上沿着人车真道的危险景象 新北市议员陈永福接获陈勤 希望能够披荐人行空间 保障民众行的安全 因为没有人行道 民众只好走在马路上 这样人车真道的危险景象 天天都在新店北一路二段上出现 为了保障行人安全 新北市议员陈永福二号上午 召集了交通部公路总局 新北市交通局等单位以及当地里长 进行现场会刊研议 希望能够将该路段拓宽 或者是辟设人行专用到 假如有什么方法 就是让车子不要停在北一路 他一个车停下来有两米左右 就已经有两米的空间了嘛 那两米空间你要什么摩托车到什么道 都通通解决了嘛 原台里里长郑朝栋表示 原来这段道路是规划20米 但后来披荐只坐了12到15米 经过几十多年下来 道路两侧变成了停车使用 也使得行人根本无处可走 公路总局表示 依照车流和交通现况 还未达到计划道路拓宽的标准 但由于这个路段社区林立 居民人口多 新北市议员陈永福认为 还是必须以民众安全为主要考量 所以已经建议有关单位 规划评估1.5米的人行专用道施坐 规划为两边增设1.5公尺的人行道 那规划好以后 包括经费都规划出来 那再来找这个公路总局 来延伤这个工程经费 现有道路的部分 土地全属属四人的部分 要怎么去征收 那征收以后 再来批建两边各1.5公尺的人行道 让人车分道让性能更安全 新北市议员陈永福指出 之前也有划设过标线型的人行专用道 但是效果不张 所以这次希望能够批建实体的人行道 真正达到人车分道的目的 而目前当务之急 就是请新北市公务局养工科 将整条路段的地级属性调查清楚 以例后续的人行道辟建工程 让当地居民不用再危险地走在马路上 记者陈小旦 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